歡迎收看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在做甜點上面 你會很想要做一些 造型上面的變化 就會讓甜點感覺 有時候有療癒的效果 有時候少女心噴發 但是我們不太想 但是過去做的這些造型點心 多多少好像都有一些難度 今天不要擔心 教大家很簡單的方式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造型點心 而且完全不用烤箱 怎麼樣完成 讓一起來歡迎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佳穎 大家好 佳穎今天要教我們做 造型點心那種 但是好像比之前的馬卡龍 還要簡單 或者是翻湯 還要簡單 對 或者是擠花的餅乾 所以今天做的算 也是一種糖類 是什麼 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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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糖可以做造型嗎 它可以做造型 以前的棉花糖是用擠的 只是現在比較多法式的 會是做整盤的再切塊 方塊…切 會是這樣子 以前是用擠的 今天只是把它擠成造型而已 就會讓它有QQ的感覺 很可愛 而且今天你在道具上面 雖然要做造型 可是也不用用到太多 可能就準備一個擠花袋 或者是讓它顏色上面 有一些變化 可是不要擔心 今天都是初級班的造型課程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QQ棉花糖所要用到的材料 有哪些 QQ棉花糖用到的材料有 雞丁片7.5公克 果汁30公克 蜂蜜15公克 細砂糖40公克 新鮮蛋白50公克 塔塔粉適量 細砂糖50公克 顏色素適量 表面用到的材料有巧克力適量 好 就來看看材料的部分 其實今天的棉花糖 還是有一些風味 所以有用了果汁 果汁 你就看你喜歡用什麼 喜歡吃什麼口味 我今天用的是柳橙 你喜歡吃蘋果 你也可以用蘋果口味的 都可以 可是我的果汁 如果我是那種薑果類的 我要帶果泥嗎 也可以 也可以帶果泥 或者是濃縮果 果汁也可以 所以就是準備你喜歡的果汁 另外看到 今天棉花糖Q或是膨 應該就是靠蛋白 所以今天蛋白打發 可能是其中你必須要 克服比較困難的地方 但是裝飾的部分 不要讓你去準備太過多的材料 所以今天很簡單 你就準備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 對 畫眼睛的部分 對 你喜歡的巧克力 然後運用到一點點顏色 色素 所以這個色素 我大概要準備什麼顏色 我今天做的是柴犬 你看你的柴犬是什麼樣子的顏色 應該咖啡色 如果你要做其他顏色 其實都可以 因為如果今天是做烤銅版的 你喜歡粉紅色的也可以 對 因為今天是做可愛Q版的 或是最簡單的 你就是做北極熊 畫它的五官 也可以 反正棉花糖本來就是白的 都可以 你可能就不用用到色素的部分 就是依大家可以 去找得到的材料來準備 但今天因為不用烤箱 所以你還是要準備一個這樣子 烤焙紙或者是烤焙布都可以 我喜歡用烤焙布 它一直可以重複使用比較環保 好 等一下要防黏 還有一個最重要今天造型 可是口呢 我用平口花嘴 因為我今天要擠圓形的 所以像這樣平口的就可以了 大致上介紹完材料跟工具之後 就開始教大家做了 要先來泡吉利丁片 吉利丁片一片差不多是2.5公克 容器比較小 我會稍微把它剪一下 把它剪一下 讓它泡一下 起碼要泡個5分鐘左右 它一定要完全地軟化才可以 而且你不是泡一般常溫水 冰水 對 冰水 它才不會融化在裡面 如果它融化在水裡面 等一下水是不會用的 它就會影響到成品的硬度 這還滿重要的 我現在還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我要把玉米粉 記得玉米粉是要熟的玉米粉 一般在市售的玉米粉都是生的 要把玉米粉先讓它烤熟 或者是用微波爐讓它就是… 變熟 對 變熟 要不然它是生的 不見你讓它直接… 它是粉粉的 我怎麼知道它熟了嗎 我差不多會讓它微波個 差不多是30秒 30秒之後它會成團 之後再把它過篩 有些人會用烤的也可以 記得要用低溫的去烤它 就是大概80 100度左右 對… 我要用 如果沒有玉米粉 你也可以用日本的太白粉 記得也是一樣 就是要熟的 就這樣子 接著我要來煮糖 先把細砂糖 蜂蜜 對 因為吉利丁會比較有多的一些 比較重一點的味道 我用蜂蜜來壓它的味道 甚至有些人會用一點點的 香草精也會 我盡量不喜歡用香草精 所以我用蜂蜜 或者是有些人會用麥糖漿也可以 這是有橙汁 因為你也可以用 譬如說蔓越莓果汁 但是我今天是做柴犬 我不想要讓它比較偏紅色 所以我就是用柳橙汁 你就要看你要做什麼樣子的造型 好 我就先把它放到我的火上面 去煮它 等一下要來打蛋白 我先讓它煮一下 等一下蛋白 記得盆子一定都是要乾的 我先把蛋白放在我的盆子裡面 好 蛋白如果要讓它穩定 比較好打發 我裡面加一點點塔塔粉 或者是用檸檬汁也可以 對 就先這樣子 我要回頭來看一下 我鍋子裡面 記得糖一定要讓它完全地煮開來 不要有看到糖的顆粒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吉利丁片 這樣子泡 它要完全地軟化才可以 對 好 所以如果你是一疊下去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些吃不到水分 對… 你要逐片…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對 好 你可以看一下滾了 然後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先熄火 然後我的吉利丁片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已經泡了差不多5分鐘左右 我現在要準備要把它擰乾水分 好 好 記得水分一定要擰得 非常地乾 擰很乾 好 就是要把多餘的水分都擠出來 擰很乾 記得水盡量冰一點 好了 這樣子擰乾了之後 我就會把它丟下來 然後讓它完全地融化 這時候是已經熄火的嗎 熄火就可以了 因為吉利丁差不多40度就可以融化掉了 我裡面的水分的溫度還滿高的 我們就先讓它煮一下 不用 我們就先讓它泡一下 好 接著我要來打發我的蛋白 好 所以剛剛就完成了糖漿的部分 對 我的水就不要了 好 好 我現在來把我的新鮮的蛋白 稍微先把它打到出泡泡 有點像是在要打 戚風蛋糕的蛋白霜一樣 然後再分兩次或三次 把細砂糖加下來 打到吃性砂泡就好了 一間蛋白的量不多 差不多是 就是快兩顆的量 好 豬泡泡… 豬泡泡 而且它有一點膨脹了 對 這個也可以用手去打它 好 分兩次或三次加入去砂糖 砂糖 好 好 而且它的泡泡開始變得越來越細靜 對 做這個真的是很療癒 好 再來 你看 你看 其實我今天沖的糖漿裡面 也有含糖 含蜂蜜 打發的蛋白裡面有含糖 所以糖量是高的 記得水分 最好就是用果汁比較酸一點的果汁 會比較解膩 因為甜度高 對 所以酸度可以讓它重 對 可以重一些 有沒有看到紋路越來越明顯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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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 這樣裡面其實 器具不用準備很多 我剛剛有講 如果你趕時間你就用電肉打蛋器 如果你不趕時間 用手打接搭起來 它一次做的份量也不少 如果說你想 你對蛋白操作比較沒有 沒有信心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今天 譬如說我們今天的量 做Double的量 讓你的蛋白的量打起來 可不可以比較多 比較好操作 好 有沒有看到紋路進入來了 好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 到什麼樣子的狀態下 有沒有 彎勾勾 對 好 然後接著我就要來 慢慢地把我的糖沖下來 要一邊打嗎 對… 邊打 然後我邊沖它 很香 好 那我再打一下 讓它紋路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我今天是 我的柴犬有白色 所以我不會用 譬如說蔓越莓果汁 或者是副盆子果汁 因為我想要我有部分的白色 所以我肌肉有成汁 其實我覺得這種是 初學者就可以做得到點心 真的是還滿簡單的 好 這樣子可以了 先把它關起來 柴犬是不是有兩個顏色 對 對 我要先把它分顏色 好 然後一個白色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咖啡的顏色 我來把它染色一下 其實色素的量真的是還好 不用那麼擔心 如果說我真的要取咖啡色 可是我沒有色素 我可以用譬如說咖啡粉嗎 咖啡粉其實有含油的成分 怕它容易會消泡 對 它上面還是有一層油 我是有試過用咖啡粉 它比較會消泡在裡面 對 OK 好 我把它分兩袋了 好 這時候擠花袋就要派它用上了 我要再準備一個擠花袋 對 我要再準備一個擠花袋 然後把它放進來 留一點點 等一下要告訴你 留這麼一點點要幹嘛 好 先放在旁邊 然後我再把我的白色的 一個放進來 這 也是留一點點嗎 留一點點 好 我等一下先擠個幾顆 給大家看 好 好 先這樣子 就是 兩個撿進去放在一個 瓶口的花嘴裡面 你做馬卡龍也可以這樣子做雙手 兩個 然後兩個擠花袋 然後再放在一個擠花袋裡面 一個擠花袋裡面 好了 然後 好酷 還有這樣的擠法 好 我要先讓它擠出來一下 先讓它顏色先出來 等一下 要 所以剛好放的那個位子要 對 位子可能沒有對好 有了 有了 好 來 我先擠個幾顆給大家看 擠圓 擠圓形的 然後中間要讓它有一點膨 好 然後我剛剛所有留一點點 最主要我就要擠耳朵的部分 對 我要擠耳朵 記得這樣子等一下 要讓它乾燥 我會把它冰在冰箱 讓它冰過 冰個三 四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來做表面的裝飾 對 把它 所以它是要先乾燥 完全乾了之後才放到冰箱嗎 好 我是會把它就是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冰在冰箱 對 這樣子擠耳朵就可以了 好可愛 對 你編輯的時候它越來越硬 你還是有其他克服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放 就是這整盆放到溫水 溫水 不能加熱 加溫 對 溫水泡一下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冰在冰箱裡面 好 所以這邊就要稍待片刻 等一下回來還要教你 怎麼樣讓它更有柴犬 那種很可愛可愛的感覺 就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用點心做演習 先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就是要做出這個效果 好可愛 所以剛剛已經把米花糖 就是讓它已經凝固了 放到冰箱 現在就是像這樣 已經有一個頭型了 它是很短的 有沒有 很短 對 對 有短短的感覺 好 但是就要讓它的五官可以出現 對不對 對 我先準備黑色的巧克力 巧克力 好 把它放到 這應該就是眼睛 嘴巴的 那些部分 對 用量不多 裝飾一下 好 所以就是 其實是要畫線條 畫線條 所以你的口就不要剪太粗 好 我先把我的眼睛 把它畫上來 再來鼻子 鼻子 觀眾朋友可能想像一下 因為老師熟識的關係 可能現在就覺得說 這個A是倒過來的 眼睛 鼻子 這個要畫快一點 要不然巧克力會硬掉 嘴巴 再來 我這個角度看到覺得好可愛 好可愛 等一下給大家看 超級可愛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食材好便宜 對 可是外面棉花糖怎麼賣那麼貴 這麼貴 公嘛 你要做到這麼可愛一定就是很多功 對 好 然後不要讓它更可愛 這個上面的玉米粉沒有弄掉 眼睛 鼻子 嘴巴 這個老師你在畫的時候有閉氣嗎 沒有 就是想要趕快把它畫完 好 我再把眉毛把它畫上來 好 畫下眉毛 這給大家看一下 好 有 好可愛 然後再畫眉毛 其實要慢慢畫 眉毛要用白色 白色 對 我用一點白色 等等要留一點 因為我要把嘴巴的顏色把它畫上去 因為我要把嘴巴的顏色把它畫上去 留一點紅把它畫上來 眉毛 把它畫一點八字眉會比較可愛一點 我覺得柴犬可愛就是它有一個喜感 對 而且今年是狗年 對 對 做這個就很 然後柴犬又招柴 你看多好 好 眉毛 眉毛 好 現在來弄一點嘴巴 我會用這種的 就是巧克力用的色膏 來染它的顏色 染在白巧克力裡面 對 不要用水性的色膏 好 讓它有一點紅 也不要太紅 把它填進來 粉紅 粉紅的色澤 對 好 填一些進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擠 擠顏色 這個 這個就是你看你喜歡什麼樣子的造型 你就… 就擠在嘴巴好像… 這樣好像就它吐舌頭了 對 好 用一種來 好 然後接著我要來把腮紅把它畫上來 用一點點的 這個是糖花用的色粉 或者是如果你有紅麴粉 你也可以用紅麴粉 對 一點點 你有沒有發現 腮紅對女生很重要 因為有了腮紅氣色就會很好 而且臉才會立體 對 柴犬也是 它有腮紅跟沒腮紅真的差很多 會很可愛 我來畫一個腮紅 一點點 但是也不能太紅 太紅會像是妝感太重 老師 給這一邊的鏡頭看一下 這樣 一點點 一點點下來 淡淡的就好了 好 再來一點點 好像在幫它化妝一樣 對 這樣就可以玩一整天了 對 這樣子 化上來 所以點上腮紅大致上就完成了 對 好可愛 這樣怎麼捨得吃呢 好 先讓我掙扎一下 先來複習一下 今天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的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接著將果汁加上蜂蜜 細砂糖 煮至糖融化之後 加入泡軟的吉利丁 拌到融化成糖漿備用 將新鮮蛋白 塔塔粉和細砂糖 打至濕性發泡之後 沖入做好的糖漿 再打到有紋入 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加入色素拌勻 放入擠花袋中擠出造型 接著等到棉花糖乾爽之後 即可在表面裝飾上巧克力 即完成 我覺得很可愛 好可愛的一個菜圈 好 我要來吃了 軟軟的 好Q 好像在咬雲朵的感覺 其實也沒有咬過雲朵的感覺 它可以跟咖啡 如果你泡一個黑咖啡 放個柴犬 棉花糖下去很可愛 我覺得它很有空氣感 應該就是打蛋白 打蛋白很重要 我覺得巧克力 它不只是裝飾的效果 它也有一點點提味 所以會讓你 不只是吃到棉花糖的甜 你還可以吃到巧克力的香氣 重點是它實在是太可愛了 所以自己在家裡 一定要動手試試看 今天謝謝佳穎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 Bye Bye 下禮拜見